从0403的主阵之后 余震已经超过1000起了 这来说余震的数量会越来越少的 而且规模应该也会变弱 可是今天凌晨接连发生 两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 目前研判主阵后的余震活动 是硬力调整 也从主阵的北端康石往南边移动 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余震有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 但不止在花莲 人口稠密的台北也很有感 分析是因为盆地地形 地震颇会有放大效应 倾斜的天王新大楼 才刚拆除完毕 0403强震时隔20天 23号凌晨 接连发生两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 地震预报中心认为 这都是属于7.2强震后的余震 最早在这个地震的北边 完全都被卡住 所以就是一个地震空白带 它从2022年一直到 2024年的4月2号 都没有在动 所以等于是能量 能量就戏剧在那里卡住了 都卡住了 所以那个震前的空白带 就是震后余震的密细带 那也就是那个气象鼠说的 北方屏障减弱 所谓的硬力转移 其实就是当主要的断层 在滑动了以后 它对周边的这些地层 产生的这些压迫以及调整 那这时候在沿层跟沿层中间的 这些其他的断层系统 很可能它上面累积硬力就会突然 从原本大概这么高 然后稍微跳高了一点点 那这个往上加的这个硬力呢 就会导致它原本上面 应该要发生地震的周期稍微的变短 虽然判断是余震 但发生的位置略有不同 并不是在北部 推测是0403花莲地震 主震发生后产生硬力转移作用而触发 观察先前大部分的余震 事先集中在北边做能量释放 后续因为硬力调整就调到南边 也在这个阶段 会有地震突然增加的情况 加上主震是规模7.2 能量不会短期就释放完 只是余震超过千起数量惊人 而且0423规模6.3地震之后 截至到中午12点前的统计 接连又发生135起余震 花莲震不停 民众彻夜难眠 北部民众也同样很担忧 台北市或是说台北地区的话 那其实这种情况 其实一直以来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 那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 那它其实是建立在一个 相对来说是比较松软的一个土壇上面 那它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 以地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地震波不管是从哪个方向来 不管是从底下来 还是说从南边或是东边来 它都有可能在所谓的这个盆地上面 造成一个所谓的放大的效应 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 李希提教授特别提醒 台北要注意到一旦发生海沟巨型地震 可能摇到三分钟 因为低平坡会让盆地的软弱土层起很大的反应 也会使得十层以上的大楼扩大水平震动的幅度 不过通常这个在台湾发生的几率较低 当前要先密切掌握雨震的深度 还有阵阳位置 规模6.3那个地震它是叫浅 当然它的坡里面也是 也是往西 那个寝角往西 当然是换一下往东就开始接近海 这个海面的地方叫浅这样子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规模再更大的话 它实际上整个坡里面的海床情况下的话 那这个情况下 这会引起海床 如果有变动情况 就会引起海水变动 所以引起海啸的规模 可能就相对较大一点点 1921地震的经验来看 未来可能半年到一年内 都有雨震发生的几率 虽然照往例来说 雨震会逐渐减少 但不能完全排除 不会有较大规模发生 地震难防 谁也说不准 只能先做好防震阴影 Taybook新闻 张志明周卫宣台北报道 凌晨的雨震又让花莲造成了不少灾情 花莲中山路的富凯大饭店 直接往马路倾斜 约12度 就怕大楼随时垮下来 波及周边商家跟民宅 县府计划今天开始 两周内要拆除完毕 23号凌晨2点26分 连续发生两起瑞士规模 达到6以上的地震 而且后续的余震 还不断发生 就连手机的国家级警报 也来不及响起 跟我们住在同一个饭店的 外国民众 他们就说 这样的情况 真的让他们没有办法 好好睡觉 其实不仅他们全花莲县的民众 也都是没有办法好好睡 所以县政府活速决定 全县停班停课 花莲23号凌晨正不停 大小余震不断 统帅大楼顶不住三楼直接变一楼 花莲中山路的富凯大饭店 同样在余震后软角倾斜 幸好停业整修中 没有住户人员伤亡 但就怕大楼随时垮下来 波及周边商家和民宅 水果摊老板满事无奈 租下富凯大饭店一楼店面 卖水果超过三十年 但地震来得太突然 身材工具都在里面 短期内无法做生意 损失惨重 在这边的水果店三十几年了 在这个市场四十几年了 现在没有办法营业 果汁店大概保守 算得到就差不多五十万损失了 水果摊也没办法营业 损失蛮重的 没有明目可以去申请 因为我也不是房东 也不是什么 营业损失怎么办 富凯饭店1980年新建 屋龄超过四十年 为地上十层 地下一层的建筑物 历经多次改建 撑过上回强阵 但这次地震 大楼直接往马路倾斜 约十二度 建筑师认为 饭店在零四零三大地震后 虽然没有被贴上红黄单 但对建物已经造成损伤 导致抗震能力逐渐下降 零四零三的地震的规模 比这次的规模还要强 比较大 那因为这次的地震 它属于比较浅沉的地震 也就是在陆地上 那虽然它的规模比较小 但它的强阻还是蛮大的 那我个人研判 当然这部分没有经过 专家的去现场检测 我个人研判 它可能是在零四零三 已经有受到某种程度的内伤 导致它的抗震的能力 或是一些耐震的一些强度有减损 那在这次的零四二三的地震 造成它的软角破坏 零四零三强震过后 花莲红黄单建物累积超过百建 专家建议墙震后 民众可以先帮住家体检 看大楼外观是否有肉眼可见的 异常倾斜 墙壁梁柱有没有损坏 若出现严重裂缝 甚至钢筋外露 就必须请专业的结构技师 进一步检查 民众可以自己勘察一下 自己的建筑的主要结构 包括柱子梁 或是简利墙 外墙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破损破裂 甚至只要是轻微的破裂 可能都是有些内伤的状况的产生 那后面可能会因为地震的规模 而导致它的裂缝加大 破坏加剧 花莲现在许多灾民 不只没了家园 工作也受影响 受灾户与弱势家庭 都面临深境问题 更重创当地观光产业 民宿业者表示 近期花莲地震频传 不但国外旅客被吓到 国旅游客也望值却步 这个遗震跟一般的遗震 频率太高了 所以说对我而言是好像有点不寻常 现在很重创 尤其是观光产业这部分 我不知道要多久 我们家里会比较辛苦 就是经济状况的问题 我们都是急需要钱 工作可以 但是一个月我才拿到钱 这个一个月以内 那个没有收入 因为毕竟我还有两个家庭要养 强震重创 花莲观光 老百姓被迫失业 经济顿失依靠 只盼政府伸出援手 给予补助 加强资金纾困 将地震冲击降到最低 TVBS新闻 正正为谢一轮 黄冠伟的烟宣花 连财富报道 这两天的余震不断 也再度点出 围老建筑的问题 尤其在双北地区 围老建筑的比例非常高 台北市超过25年以上的老房子 高达71万栋 占全台的比例最高 专家分析一旦地震强度大 引发土壤液化 以及台北有盆地效应 围老建筑根本难以抵抗 一阵天摇地动 天花板的吊灯摇摇晃晃 家具也跟着晃 两天来余震正不停 不仅仍被咬到头晕 老旧房屋耐得住吗 在强震之后 超过30年以上的房屋建筑物 都要来做住宅的建检 包含像是在这个楼梯间的墙面 可以检查看看 有没有像这样子的裂缝 以及自己的住宅主建物里面 有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裂缝 一旦有发现的话 就要请专家寄师来做检查 去找那个柱子凉露出来 去看有没有受损 或新增的45度的裂缝 去看你的大楼的四周 看有没有新增的45度的地震斜裂缝 做好房屋建检 是目前这些老旧建筑 能做的预防措施 在921前建造了建案老公寓 因为当时的法规 根本没有要求做地震力的考量 安全系数不足之外 再加上经过30年40年以上 混泥土恐怕出现粉化 以及棋楼设计 顶楼加盖等等状况 柱子基础都可能变得很脆弱 早期的结构设计的 滴震力比较低 比较不足 那第二就是说 早期的施工品质的观念 不管板钢金的观念 他认为说不好绑的地方 他就不想绑 混泥土的胶质也是一样 他们认为说我水一加 哇 一直流就很好就做到 水一加 混泥土跟石头力量就分离了 以后的强度就有问题 再加上早期的结构设计 可能还没有好的一个3D的分析程式 围绕布置结构安全不够坚固 一旦面临震度大 或是摇晃时间比较久 都会让房屋无法耐住地震强度而倒塌 隐藏危机最严重的是这一点 盆地效应 那地震来传到双北的时候 它会放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地震够大的时候 会引发土壤异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栋 它可能就是会是倒塌的 当然讲到新建建筑 它有考虑到土壤异化的问题 所以它可能会用 比如打击桩 或者是土壤改良 或者是连续壁的方式去把它强化 引发的土壤异化 都可能让房屋受损更严重 尤其在建筑工法上 若没有做特殊设计 或是地基打得更稳固 只要发生土壤异化 房屋倒塌的几率大大提高 像这个建筑 它是一个大L的建筑 当地人来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这样扭转 这几根吃的力量比较小 可是这个吃力特别大 一逆几周它断掉 可以看到 它的甩的效应就会出来 25年以上屋岭 就属于老旧伪老建筑 以双北占最大宗 台北市25年以上的住宅 就有高达71万栋 占79.2% 新北市110万栋 占比67.2% 根据最新统计 双北确认的红丹建筑 分别是台北两建 新北四建 黄丹台北十三建 新北七建 而台北市累计核准920件 伪老建案 其中有96件伪老失效案件 集中在中山区中正区和大同区 推动上南上加南 在无法做筹建状况下 只能做结构补强 台北的这些围老宅 它其实即使没有贴黄黄丹 它已经有内伤了 你可以靠阶段性补强 避免发生说像今天这个统帅 或是这个饭店倒塌的状况 A方案就是做落成的补强 B方案就是比较补强到接近全洞 这个就是强度可以到八成 那第四一方案就是针对一边 一般的透天处的房子 花点的补强案例显示 这些有补简历墙的 或是有做阶段性补强 再次大阵的表现效果都良好 在老屋的室内装潢 透过结构技师的勘验 招出家中较脆弱的梁柱中 可以利用简历墙增设梁柱架构等等 来提高防务耐震度 尤其结构补强得从最低层做起 才有效果 老屋翻新的话 我们一般去的话 都会直接先看结构 室内设计师不太会去动 这些结构 比如说是柱体或是梁柱 甚至一些老旧屋 它是用载重墙 来做整个改变它的位置的 我们可以比如说在某一些地方 再加一些黑鋼立柱 这些金属的结构支撑 地震难以预测 党务之急是得加快推动围老重建 以及协助房屋结构补强 否则围老建筑就是双北的不定时炸弹 TVBS新闻与新海楼军台北 采访不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